挥别新冠疫情的阴霾 大理修品科技大学 这天就办理实体的毕业典礼 今年定调为阴阳冠礼翱翔天际 一共有1300多人来毕业 许多家人朋友也一同前来参与 学校鼓励毕业生能够勇敢逐梦 以一步一脚印的做事方法 来克服挑战取得最终胜利 K歌比赛得主轮番高歌一曲 用优质歌声祝福台下的毕业生 挥别新冠疫情的阴霾 大理修品科技大学这一天举办实体毕业典礼 许多家长朋友也前来参与 见证这人生重要时刻 目前打算就是先等当兵 当兵完就接着寻找好的出路 就是写到中文 然后学到台湾的文化 然后就是这里怎么生活这样子 修品科大对于我们整个屯区 特别是大台中地区 甚至中部地区对于人才的培育 不予以利 我们也相信这一批胜利军 投入产业之后 投入社会之后 将会是我们国家 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希望 毕业生轮流站上舞台 接受师长拨岁 今年修品共有1300多人毕业 学校鼓励毕业生能够勇敢逐梦 以一步一脚印的做事方法 克服挑战取得最终胜利 很开心今天毕业了 祝福所有学生 捧两万里毕业快乐 就是在这年下来 我觉得非常多的经验 以及它的专业 就是企业管理系 读了两年 多少有学习一些 学上的 学业的学业 就比在家里还好 在家里只是 我在那边看电视而已 多学习两年的学业 对我们本身有一些 进步很多 毕业快乐 毕业快乐 今年毕业典礼定调为 阴阳万里翱翔天际 大家在校园拍下纪念照片 留下在修萍最后的回忆 朝人生下一阶段迈进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